好当然在这回的大选当中除了总统选战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都想要拼国会过半了 到底有没有可能有政党单独的国会过半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吴子佳还有前立委郭正亮 他们的预测吴子佳的分析是目前推估 民进党在立法院64席最少会掉12席 大约只剩下52席左右 好如果民进党选上了52席再加上民众党的6席还是过半 所以他认为民众党确实很重要估计会有8席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他的解读是国民党很可能会获得57席 好如此一来就单独过半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假设是民进党最多到50席 好如果再加上民众党的8席那么就可以过半 但是呢如果比较倒霉的话 民众党在最后这几天崩下来只有6席 那么民进党加上民众党等于56席不过半 所以他认为关键其实就在一席当中 好另外呢前立委郭正亮他的分析 则是认为说其实发出这个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对于好几个PK盘的立委 简直是差点昏倒在地上啊 他认为说这个国家警报 其实是大商立委的选战的 真的会影响到因为太夸张了 好只要影响5000票左右 那么就挂了 会被影响的大概就是中间选民 好亮哥有提到朱立文说 这次的选举有15席的现任立委PK 但是在整体的立委选情 对于民进党非常不利的状况之下 好如果这15席民进党全部都落选的话 国民党再加上山地原住民立委的席次 就能够在国会顺利取得过半的席次 当然其实呢亮哥也有进一步来解析一下立委盘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预测 他认为说在北台湾的部分 台北市包含了这个国民党 推出的罗志强 赖世宝 王宏威 徐晓星等人选情都很稳 另外呢 王世坚的部分胜率是蛮高的 吴思瑶跟吴佩毅 则是因为在选区当中 呈现出萨卡都的局面 因此呢 也是蛮有赢面的 高嘉瑜的部分呢 由于被分票 被吴欣贷分票了 因此呢 很可能会落选 这个是台北市的 这个立委盘的分析 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 亮哥认为说 包含了洪孟凯跟张志伦 国民党所推出的这两位立委候选人 胜选的几率都很高 至于呢 这个林淑芬 民进党的部分 则是营免比较大 其余的选区呢 还有很多的变数 民进党方面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好另外 再往下来看一下桃园的部分 郭正亮预言说 桃园民进党这一次可能会完蛋 因为国民党的鲁明哲 吕玉玲 万美玲 还有邱若华 现在是稳赢的 民进党的黄世杰 则是唯一 有机会 能够胜选的 好另外呢 这个牛许庭的部分呢 胜选几率不小 再来看一下六都的部分 台中市 国民党所推出的 颜宽恒 杨琼英 江启臣 文银 好黄建豪则是很有机会 另外呢 来看到民进党的部分 何欣纯 蔡其昌 张料万坚 胜选几率很高 至于在江兆国跟罗廷文两个人 现在差距非常非常的近 好另外呢 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台南了 好亮哥的解读是 第六选区 无党籍的陈永和 现在只要拿超过两万票 那么王定宇就得紧张了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立委的分析解读 当然在盘面最后 结果是如何 还要等到投票日当天才知道了 好说到这个立委选战 我们还要来看一下在台中的部分 他是民众党的立委候选蔡碧如 蔡碧如来参加中天的庙口开讲活动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了 其实自己其实最近在扫街拜票的时候 听到不少选民的心声 他说选亲的乡亲都很期待 他能够赢过蔡奇昌 好为什么呢 因为蔡奇昌已经不住在当地太久了 根本就不知道在地人在想什么 蔡碧如也强调了 蔡奇昌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强 因为他连在地有什么建设都讲不出来 还敢说别的候选人是空降是抹黑 根本就是因为自己选亲告急才会说出这种话 蔡奇昌没有那么强 对 没有那么强 没错 我告诉你 他刚才我赢了一岁 对对对 他刚才我赢了一岁 他刚才我赢了一岁 我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去乘的人 早上就去站路口的人 早上就去北山 所有的活动从践行活动 从爬山活动 然后呢所有的民意代表去 去践行 开幕都讲完话 然后就再见再见 好好践行 好好运动 我跟你说我不是 我就跟着他们爬了半座山 甚至爬回来 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说 你是不坚定 不是 我想要和您建立感情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决心跟我的毅力 所以最近他现在很坚勉了 乡亲告诉我 他没有看过他十几年来在市场 市场在跟人拜票 来在站路口 结果最近开始在站路口 对不对 开始去市场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 他都买我 他都买我抹黑他啦 我说抹黑什么呢 抹黑什么 我说你过去十二年 南县节约你就是没做啊 这是事实嘛 哪有抹黑 海线呢 铁轨轨轨高价 明明就是这个评估 那也是没做啊 我有抹黑你吗 没有啊 选情很紧张 他就开始说 那菜味道是空匠的 我是在地的 拜托的 你已经在地 你已经没在在地很久了 好吗 我跟你说我们乡亲 要支持一下 抹黑要让您做会抹甘情的 怎么要去支持一下 抹黑吃吃 人是住你的豪宅呢 啊这家是增加呢 对不 他好夷的人已经 已经说他也不一样了 然后最近呢 反正他最近都说 就每天在骂我啦 骂我给他抹黑 我就不知道我抹黑他什么 他说我在地上的建设 你乡亲都没看到 我帮你们争取了一个 部立医院在外埔 結果呢 在地的民意大法就跟我讲说 委员我们什么时候有部立医院在外埔 结果我去查 不 人家是好理 好理也不算苦啊 所以这个人 根本就没关心这个地方嘛 因为已经住在七夕太久了 他每天都回台中市区 他没在关我们这 所以他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是空将 我前天碰到一个路上少街的 碰到一个大哥 他看到我他就说 蔡屁如 我想说你这个男生 这样撞我一个女生 你也不觉得 不觉得怎么样 他就撞我 他说蔡屁如 如果你没有选上我就揍你 我真的啊 对 你知道吗 现在是所有地方的乡亲 都害怕我没选上 我去选举选到这样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期待你干掉拆旗舱 我们期待你换掉拆旗舱 因为真的海鲜 没建设太久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也就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